八言 各位相親父老 电视机前及在网路上看直播的全国同胞 大家好 昨天我在准备今天的证件的时候 就觉得心神不灵 因为我在网路新闻得知有一位新北的国中生 被杀了好几刀 在昨天宣告不治 在这一刻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对这位同学跟家属 表达关心和陪伴 因此我想请全国的同胞 跟我一起为这位同学跟家属默哀 好谢谢 每次事情发生以后 媒体就会大肆报道 但是事过境迁又没有下文 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去建立一个预防重疑治疗的机制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 要跨越非常多的部位 也需要民间的协助 像是很多的客户辅导班 就需要民间的公益组织来帮忙 所谓的短板理论 就是说一个水桶 它可以装多少水 是由最短的那一片来决定的 这位死去的孩子 还有那一位拿出弹簧刀的孩子 都只是国中生 我们要思考的是 国中生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拿着弹簧刀去学校 不会被发现 发现了也不能阻止 还是我们缺了什么 没有做才会这样 我们如何建构一个社会安全网 来让孩子跟家长可以安全的生活 这是我们作为领导人要思考的 我也邀请两位总统候选人 一起思考来提出看法 接下来我要来谈今天的议题 今天我们要讲医疗 长照 劳保 健康是基本人权 它是一个普世价值 也不会因为不同的信仰 宗教 政治 经济 社会 而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医生 我非常注重国人的健康 长期以来 各大医院 急诊处 人满为患 要去住院 还要去瞧病房 这也是引起了很多的民怨 表面上 我们民众对健保的满意度很高 达到97% 但是你实际去检查我们的医疗品质 不管是国人的平均寿命 新生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 孕妇 产妇的死亡率 还有矮症的存活率 甚至到所谓的可避免死亡率 我们都比日本跟韩国差 民众的健保满意度很高 但是事实上医疗品质不好 还有一点 民众虽然满意 医疗人员并不满意 因为满意度只有三成左右 目前民众对健保的高满意度 其实是建立在健保对医护人员的压榨上面 问题是 这种压榨也不能长期下去 我想大家都听过所谓的四大接空 因为工作比较多 钱没有比较多 所以比较辛苦的内外富额 就大家都不想去 健保的预算不够多 可是又包山包海 在健保快要破产的状态下 他就发明了一个叫总额制度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做多少 钱有什么多 然后医院就发现 他做了很多 可是点值被打折 医院就会亏本 医院就转过头来 再来压迫这些医护人员 这就是血汗医护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原因 开药多 检查多 医病关系差 医疗品质不好 我认为台湾的医疗制度 必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第一步就是要先救健保 病人要健康 医护人员要健康 医护人员要健康 健保要健康 因此我主张 第一 提高医疗卫生支出的到GDP的8% 目前只有6.6% 因为钱不够多 所以事实上在现在 大医院都是靠美食街跟停车场 才能够维持财务平衡 如果纯粹只有医疗本业是亏本的 第二 要提高护理的薪资 跟保障医师的点值 其实在这么辛苦的状态下 大家都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你家的女儿 你愿意让她去当护理师吗 所以终究还是市场决定一切 要提高他们的薪资才有办法 第三 增加公费疫苗种类 比方说 轮独状病毒 加强性水痘疫苗 我认为 疫苗还是在医学上最符合效益的治疗方式 第四 建立全责医护 现在如果有人住院了 家里就要有人请假去照顾他 问题是大家都在上班怎么办 所以应当是建立套系统 只要家属每天大概出400到600块 那医院就会 顾一批专责的看护人员 在医疗人员的指导下来照顾这病人 有三个好处 第一 不要专业 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属都会照顾病人 二 家属也闪到压力 应该不用说要强迫请假上班 三 对医护人员也是减性负担 因为真的家属不来 病人大小便 还是要医护人员去处理 例如巴士量表不是唯一的标准 我们要简化多元的评估方式来协助国人 第六 预防剩余治疗 其实健康比医疗重要 我们应当是投资让病人 让国民健康 而不是等他生病再去医疗 所以关于这个运动 戒烟 减重 癌症 筛检 体检等等 甚至是三高的治疗 这些都比 医疗保险还重要 第七 65岁上的长者健保会补助 应该比照台北市的制度 我们希望长者健康 也可以减少年轻子女的负担 因此我主张 投资健康 有效医疗 永续健保 投资健康就是说 健康比医疗重要 OK 我们希望病人不生病 希望我们的国民不生病 有效医疗 要病人健康 就要医护人员健康 就要健保制度健康 医疗环境要健康 这样才能够提升整个医疗的治疗效率 当然 健保不能倒闭 我们来谈长照 长照有两个问题 它裁员不足 裁员不稳定 目前我国的长照基金 用燕捐 房地合一税 跟遗政税来补充 用 燕捐 这个就很奇怪 难道我们要鼓励大家 抽烟来 做老人的长照吗 房地合一税 应当是用在社会住宅 怎么用在这里 遗政税 这更奇怪 难道你希望今年 都十几个有钱人吗 裁员不肯定 东臭西臭 事实上也只占GDP的0.26% 还低于OECD国家的1.7% 搞得长照只能做半套 卫部部长薛瑞员打爆票说 长照未来五年不会破产 我也知道不会破产 因为基金里面还有钱 可是五年以后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交给这种 没有长期规划 走一步 算一步的政府 长照要做得好 预算就要够 服务要多元完整 因此柯文哲主张 全面推动 长照保险 也就是说 政府雇主跟人民共同负担 平常出一点钱 有需要的时候 就有长照服务可以帮忙 第二 应当以GDP1%为目标 长照整个支出要达到2300亿 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经济规模 也才能够确保它 裁员稳 服务多 涵盖率足够 第三 我们要提升照顾品质跟品率 照顾人力不够 就会出现夜间没有居服员的窘境 出租型长照机构中的重重度失能者 应该要到每人每月补助3万 否则 这个补助是没有效益的 另外 如果 失能者是由家人在照顾 应当国家也要给他 补助 这也可以减少家庭冲突和相对剥夺感 所以长载要成功 裁员要稳 服务要多 要有制度 最后关于劳保 劳保在2017年就入不服出了 2028年应该会破产 所以应该每年拨补1000亿 然后每年召开年金改革国事会议 我们还是要每年检讨 来找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劳退是雇主提6% 劳工自提0到6% 政府应当鼓励劳工增加自提比例 如果雇主愿意提拨比例再拉高 那政府也应该给他税率的优惠 结论 人民的健康 生活的安定 这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要让人民健康就要医务健康 要医务健康就要健保健康 健保的成功是台湾的骄傲 所以当然不能让健保破产 但是也不能因为怕健保破产 就来压榨医务人员 因为这样将来失去保障的是国民的健康 所以我们要健保有序 长绕健全 劳保是正常 好 接下来的10分钟 我要向大家报告 如何以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 来处理台湾的外交 国防跟两岸政策 过去8年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台湾丢掉了9个邦交国 现在剩下13个 这当然是历史先低 有人戏称外交部是断交部 但是我们也不准苛责 因为真正的问题 还是在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目前两岸之间几乎零互动 只有互相喊口号 完全没有沟通 这也让台湾海峡成为外国媒体 所说的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 军队履履传出采购弊案 缺乏人性化及科学化的管理 也让国军的流营率降低 部队里面人力明显不足 只要有一个正常的领导人 他愿意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制定一个长期计划 然后每天阵阵工作 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科文哲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首先我们来讨论国防的问题 台湾也不能把自己的命运 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面 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 嚇阻的国防力量 所谓被战不会战 能战不求战 就是我们的国防政策 和平是有代价的 因此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的3% 要让国军可以按照 国家的战略计划 去制定他的长期规划 但是也不要把国防预算 用特别预算来处理 这个也是逃避立法院的监督 取得武器方面 军过与自主发展 两岸并行 延续国建国造 国际国造的政策 充实国防自主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会广纳民间的技术 将研发能量集中在 无人机 人工智慧 飞弹 随从台湾具有发展性 和可行性的项目 同时借着军购 外购的机会 来鼓励外国厂商 在台湾生产 带动台湾的国防产业发展 再协助本土业者 利用我们优势的制造业 进军国际武器的供应链 来扩展军民良用的市场 过去 台湾的兵役制度 常常被人家批评 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我们常常在割草 还有汽油漆 所以很多人会把当兵 视为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行为 另外 我们的国防其实应该 偏向支通电军 海军 空军 还有不对称战略 事实上这些高科技兵种 也不是一年议期就够的 因此 我主张 台湾还是要以 募兵为主 真兵为辅 同时应该制定 有效率的训练 才不会让当兵 变成一种浪费生命的时间 而且变成是一种 可以激起大家荣誉的 关于两岸问题 我先说一件事情 今天外传中共 施压台湾的五月天乐团 要他们发表亲中的言论 如果属实 我们就必须严厉谴责 因为这个无助于两岸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所谓的两岸关系 不是台湾海峡两岸 而是太平洋两岸 必须在中美对抗的架构下 来思考台湾的议题 在这个关系里面 和平就三赢 冲突就三输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邦 美台在安全议题 经贸关系 及民主价值上 都有密切关系 未来 我还是会持续跟美国深化关系 同时我认为 美台交流 有助于让印太地区的国家 看见台湾 这也有助于台湾跟世界连接 台海两岸在过去八年 关系恶劣 我坚持举办了八次的双城论坛 就是为了让双方还有一个交流沟通的管道 2017年台北成功举办四大运 背后有很多的谈判 但是我仍然坚守台湾的立场 也成功的让蔡英文女士 与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在开幕式上台致辞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民进党在现阶段 还有台独党纲 过去八年执政 与大陆临互动 现在更推举一个 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 来当总统候选人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也没有修正自己的统一党章 所推败的侯友宜候选人 也公然接受 在台湾已经没有民意支持的九二共识 国民党所坚持的立场 都按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维持现状 是相违背的 赖清德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不主张台独 国民党也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不主张统一 但是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他们的选举都是走回头路 挑起统独意识形态 制造群众互相仇恨 选举过后 只是留下一个被撕裂的社会 我认为两岸关系最佳的方案 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我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和两岸人民自治关系条例 确保台湾人民在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 以生活方式之下 能够以对等尊严的前提 跟大陆以五个互相来交往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后互相谅解 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善意 所以起码 避免恶意继续上升 然后也减少了插枪走火的危险 关于外交政策 我说过 台湾有土地 人民 民主权政府 这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是不正常 因为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不认同 这是一个现实的困境 因此我主张务实外交 不要拘拟意识形态 不要受限于名称 我们重视交流内容 重视实质利益 面对邦交国 我会积极巩固现有的邦交国 但是也必须改变过去的金元外交 我主张减少无偿金元 要改成有偿金元 和以技术合作为核心的开发援助 2023年台湾的原外预算有144亿 在财政可以的话 还是可以再增加 援助项目 则以我国专长项目 例如说 资讯科技 生物科技 农物科技 临床医疗等等 当然也要考虑邦交国 自身的需要 执行援助计划时 应由我方主导 并和周边的理念相同的大国 共同合作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落实援助计划 以避免金钱外交的负面标签 来达成实质的援助效果 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当然 我们也必须和非邦交国家合作 在军事安全领域 美日台 三边的安全对话平台 和印太地区 邻国 以及欧洲国家 也必须建立更紧密的 安全合作关系 在经贸方面 我们也寻求跟美日 欧洲 东南亚 等非邦交国家 深度合作 接轨国际 确保我们的供应链 也要帮助台湾的企业 走向全球市场 为台湾创造下一个经济奇迹 各位国家同胞 我们不能让台湾 继续沉溺在 统都的意识形态里面 我们必须建立共融社会 实现国家治理 为台湾建立 有效嚇阻的国防力量 也为两岸开启 友善而稳定的沟通交流 同时搭配务实外交 这才能够为台湾创造 繁荣与和平 终结蓝绿二斗 推倒蓝绿高墙 团结台湾 共融社会 蓝绿意识形态 已经分裂台湾40年 国民党的统一党纲 和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都让台湾人民恐惧不安 只有选择柯文哲 才能够终结蓝绿二斗 1996年以来 台湾的总统大选 已经举办7次 每次都是蓝的要下架绿的 绿的要下架蓝的 同胞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 有机会同时下架蓝绿 大家加油 1月13号一定要去投票 我不会触碍台湾的利益 因为我没有复杂的政策关系 也没有凑中复杂的地方派系 台湾民众党也没有和中国有什么买办利益 从巴士的双城论坛和一次的世代 就证明了 柯文哲可以理性务实的和大陆沟通 也可以保住台湾的权益 16世纪 葡萄牙人 航经台湾 称赞台湾是美丽斯岛 福尔谋杀 今天台湾仍然具备冒险患难的精神 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总统 和一个有执行力的政府 我们一定可以让台湾 拥有更强的体质 可以让世界重新相近 美好的台湾 大家加油 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 你2024的总统大选 只剩下16天 最后两个星期 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台湾的未来 台湾诈骗很多 其实刚才赖副总统就在示范 什么叫诈骗 我请问你 我什么时候说过 接受一个中国 你说两岸一家亲 我跟你讲 2015年我就讲过 你们2016年的选举 多少个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拜托去站台 连我妈妈都被拉去站台 其中王定宇都去了好几次 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觉得 两岸一家亲有问题 把我利用完了 拿到政权了 就把我踢走 两岸一家亲 我2015年就讲过了 你们当时怎么不觉得有问题 还有你刚才在讲说 丢掉邦交国 我们在批评政府 你都不能拿出来 我知道台湾外交有困境 我不会去批评我们自己政府 还有一点 你自称说 市政成绩很好 亏你还是医生 你忘了你当市长的时候 登革日死了多少人 昨天两个星期前 Cup 28才在杜拜落幕 198个国家的代表 他们的共识就是减少石化燃料 加速能源转型 2050要达到净零碳排放 当全球先进国家都在注意这些问题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却好像与全世界脱节 民进党做的很多 做的很少 蔡英文总统承诺 他要减少碳排放量 可是在他执政这七年来 台湾的碳排放量 还在比基准年增加了2.1% 我们必须换掉这个装税较不行的政府 让台湾真正以世界接轨 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 我的证件其实用15个字就可以贯通 理性 务实 科学 民意 专业 价值 再加上执行力 面对能源问题 气候边迁 我们要用科学和新技术 不必用意识形态 面对劳保 健保的改革 长照的短缺 要勇敢的面对 不要避重就轻 拖延了事 面对居住正义 我们要站在弱势的一方 而不是站在财团建商的那一方 面对教育政策 我们要促进社会阶级流动 而不是顽固守旧 面对族群问题 要以包容多元来取代歧视和刻板印象 到这个突然想到 你说徐春英是共产党 你还没道歉过呢 面对高龄化 少子化 劳动力下滑 五缺低薪 我们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每天认真工作 足以解决 要改变 就要努力工作 我的医生都在挑战困难的工作 我当了三十年的医生 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担任 台大医院外科夹育病房主任 我曾经负责创伤 外科急诊 器官捐证 器官移植 急诊后送病房 还有ECMO 我的工作就是救人 让他们恢复健康 对我来说 救活病人才是目标 任何的医疗方式都只是工具 在过程当中 我总是提醒自己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两天前 我接到了 来自爱尔兰的一封信 他们的孩子在27年前 在台湾发生车祸 死亡 当时他们的父母怀着痛苦 搭上飞机来到陌生的台湾 面对这个夺走他儿子生命的土地 惶恐不安 但是经过我们的说明解释 最后这一对父母 决定捐助他儿子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给六个台湾的受证者 以爱人间 接受他心脏移植的患者 我在不久前才跟他吃过饭 他的父母亲传来消息 将我说感谢 27年来 他们还记得我和台大医疗团队 协助他们放下怨恨 陪着儿子走完最后一程 在台大医院 我看尽了生离死别 但是我也感谢上场 他没有让我丧失了 对人事的热情 多年后 我进入了台北市政府工作 看到了行人的地域 居高不下的车祸死亡率 我立刻着手改善 在全市铺设绿色人形通道 检讨标线 增加酒驾的林景 提高道安的教育 在我卸任前 台北市的车祸死亡人数 已经大幅下降 以每10万人口计算 也是六都最低 台南大概是台北的四倍 养得大道上 2017年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大卡车 一次撞死了四个人 过去30年 在同一条道路上 不知道多少的 多去 多少的 多去了多少文化大学 学生的宝贵生命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动作 让悲剧一再的重演 心碎的父母 总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运气不好 其实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有人面对问题 卷起袖子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去改善养得大道的交通工程 第二年车祸的伤亡 减少了60%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们早一点做 这30年来 在养得大道 伤亡的学生 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很多 所以我们发射的 巷弄绿色人行通道 让行人更安全 台北市的老旧市场 也欢心了 提升了摊商的工作品质 和行人的 和台北人的水平安全 只要认真工作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处理 北流北义大巨蛋 这种棘手的工程 最终也都解决了 台北市的空气品质 改善到跟花冬一样好 政府部门该花的钱花 不该的钱不该花 我们五年还了570亿 该做的建设也没有少 我任内居住正义 不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 骗选票的口号 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在八年内 完工和新建的有两万户 我还要求局数 把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编了一本重组 分享给有心实践居住正义的 县市首长来参考 每天认真工作 每个地方进步一些 合起来就是国家的最大进步 还记得我刚刚说的那对爱兰父母 27年来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痛恨台湾 反而对台湾人的友善 留下深刻的印象 善意的对待每一个人 才能留下善的种子 消弭仇恨对立 我在台北执政八年 两岸关系降到了冰点 在民进党不断抹黑抹红 而且国民党也跟着起哄的情形下 我还是办了八次的双臣论坛 跟2017世大运 台湾的权力并没有因此受损 蔡英文总统还以总统的身份 上台宣布世大运开幕 对等尊严为台湾争取的 应有的国际能见度 我主张维持现状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我会以务实的态度 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还记得吗 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选那一晚 她说从此 台湾人民不需要因为 他们的认同的道歉 第二天起 民进党就开始贩卖芒果干 党政黑手进入媒体 抹黑抹红阵敌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执政不利 民进党用抗中保台来挑起仇恨 国民党则是靠拢中国 希望益助自己的选情 我要跟大家讲 我不会像民进党跟国民党一样 在选举的时候操纵统独的意识形态 更不会想利用中国来赢得选举 你们这样做 只是让台湾内部更加分裂而已 我主张社会和谐 政党和解 两岸和平 这些都要靠彼此的善意才能完成 柯文哲的参选 是蓝绿两大板块以外 真正有机会改变现状的新方向 新希望 有人问我柯文哲是红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 有人再问柯文哲是绿的吗 我的出身背景是绿的 我也不隐瞒 但是这个意识形态并没有干扰我当市长 或者是当医生的时候执行业务 那么柯文哲你是谁 我一辈子都在救人 我没有包袱 我也不会贪污 我永远为弱势和普罗大众来努力 我会理性 务实 科学 解决人民生活的困境 我会用清廉 清廉 勤政 爱民 爱乡土 来深化民族 我更时时思考着 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团给下一代 当人民托付给火 我绝对会全心全力为国效力 亲爱的国人同胞 想想看 你要把你的未来 交给什么样的政党和领导人 是新政治还是旧势力 是青年勤政还是贪污腐败 是和谐共荣 还是分裂仇恨 我相信大家的心态都有大 各位乡亲 我是瓜文贴 我是在 我认真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 我也不会贪污 不然你一个13 拜托大家 给台湾一个机会 给瓜文贴一个机会 给台湾民众党一个机会 有数位安全职业 他怎么判侯委 他这个案子的时候 还等别自己的 一条强的地方 你不要有失误那么多好不好 一条一条 那先讲一下自己的表现 共同不动自己平分多长 重点是人民采取力才是最大的 所以应该是给人民自己平分 那对手表现 我觉得都不错啊 对每个人 我猜每个人都已经 都会自力把他做好一点表现出来 你会讲一下那个社会安全怎么办 社会安全法 就我个人要当的一个市场的经验 他分枉 一个是学校 一个是社区 在学校当然是班老师 老师就毕业 那毕业是每个学校的诅导人 那台北市政台的最大的波 肯定没有合同意见 所以这些诅导人觉得说 我这些是有经浅课 那个转到人也有个经浅课去看 所以在学校都分三十八 一般老师跟法治 然后学校的诅导人 还有这些严育的经浅课系 其实这些 比方说 有些人他真的是有证 比方说他是悠悠症有少证 甚至是一些失觉 现在叫失觉失调 一个人叫经浅诚略 所以这个也要承诚 那在社区这些地方 林里长和林里长 那有问题的证案 因为我们当时有七个局处在处理 各个局处 包括民政局 警察局 教育局 社会局 还有交往局 有好几个局 他们有自己的系统 可以处理的就是这个 不能处理的 就是说他们会拿到 那我们那个区公佛 我们两个月到三个月在开出虚集会议 就说单一系统不能处理 也会在那促 那再不行了 他会拿到自己主持的五级会议 五级会议也要促取中安 比方说我们那个屯入房 我們台北是有那種不路法 這很難一點路 所以這樣這個就 我們不知道怎麼解決 就我們在古城裡就要討論XOE 如果回答你的話是這樣 社會安全房要一層一層一層 要完全變過 所以難不是在系統的那個 不是在哪種怎麼設計系統 難度你怎麼不懂 瞭解 像我那個社會安全房那時候 我都自己主持 因為你沒有親自來 九和九是 那居然就不可以自己去開會 效果就差掉 所以還是一句話 政治的核心是直接的 主席 你就要看很多人在外交的政策 如果你支持被接受的專訪 幫交付的數字只是一個品質 零點零關係 那你跟郁明說外交政策也是 第一點 我們是反對 我是個人是反對開除外交 所以幫交流 他是儘量延續 但是我們絕不限制跟中國打那種金錢 金錢外交的那種 我覺得那個是不一樣 所以是這樣 我們也算是有發言 但如果知道選舉到一定就是抹黑抹黑 你想問說五月天才能出示 在施壓宣發表心中 另外這個習近平 他也發了最新改革 說今天有兩次可以到分裂台灣 所以你不是借錢嗎 那是不是放進去地方還是這樣 從1996到現在 每一次選舉 你知道 中國都是民進行最大的助選人 這表示什麼 他們對台灣的民意還是不了解 所以他們說他們對台灣的了解 還是不過 他不曉得台灣的民意在想什麼 對這個方法 所以每次做出來都是錯誤的動作 不過是這樣 我也不希望說 民視選舉 剛才就講的 我不希望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視到了這種總統大選 都要靠中國贏 民進黨就是那一套 抗中保台 滿火肝 那國民黨我也沒有講 跑到中國去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資源 看看痛痛會不會鼓勵台商回來投票 所以一個是要反對中國來打贏選擇 一個要靠中國來打贏選擇 長期的長期來看 對台灣都不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好啦 沒事了 你剛剛說 我對待市民的國畢 他跟他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 你感覺說 譬如說他有什麼問題 我先聲明 一般電視台 那些名嘴在造謠 我心裡會想說 算了 大家就婚禮國犯吃人 我就不記憶 你今天帶新國畢章 你今天對你們欠職你的造謠 你的財 台灣會斷交 我們什麼時候來嘲笑負責的國家 沒有啊 因為我知道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外交處境困難 兩岸一家親 我跟你講 你跟習近平示範會不會更嚴重 或者韓國人一家親 還有一點 你們想說兩岸一家人 講一大便都沒事 還有一點 我2015年有講的 2016年一月要選舉 你們多少民進黨的地方 可以拜託去站台 當時什麼都沒有意見 我2015年有講 那怎麼到2017都在美國都破滅 奇怪 還有一點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接受一個中國 所以這樣啊 你為什麼不可以帶頭照 還有一點啊 你當時說 徐蘇英是共產黨 你有沒有出來道歉過 我非常反對在自己同胞裡面 製造敵人 製造分裂 製造隊員 在這裏面就是最壞的示範 好 謝謝蔡凱 謝謝蔡凱 請問一下 關於你後天的辯論會 您的準備怎麼樣 因為你們政見會 比較多是產論政見的部分 那辯論會會不會轉變戰略 反正你到時候就知道了 哈哈 謝謝蔡凱